作为给赛博朋克2077写测评的准备工作之一 我找来一本神经漫游者仔细读了一遍 版本不说了 总之翻译很糟糕 很多地方甚至影响理解 需要跟原文对照着读 不过对我这个并不怎么深入了解过赛博朋克世界观的人来说意义非凡 这部被誉为早期赛博朋克文化符号奠基之作的小说里 有让人似懂非懂的世界观框架和大量精确的细节 融合了现实里朋克文化的特立读形 以及关于黑客的很多想象 堪称完美的改造篮本 方便后世的创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重塑原创的赛博朋克世界观 小说的优势在于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 同样一段文字描述可能一万个读者脑海里有一万个截然不同的场景 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来源赛博朋克2020桌游 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而游戏则没有这种宽容度 图像 音乐 场景 人物形象全都是具体的 这本来应该是劣势 但赛博朋克2077的做法是把内容量和细节 推至当前阶段一款单机游戏能承载的极限 至少我认为CDPR的目标是这 从进入游戏的第一分钟开始 我就有一种被扑面而来的赛博朋克元素紧紧包围的感觉 不对 这样的形容太落俗套了 应该说就像被所谓的脑后插管一样 海量的信息如前伏后继的潮水一般不由分输地涌进大脑 把我的情绪和思路搞得一团糟 几乎找不到头绪从哪里开始感受和介绍这款游戏 刚开始当然会有些不适应 看什么都是光怪陆离 等到逐渐适应这种氛围与信息量之后 我开始试着用去无存经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新奇的世界 试着将它和之前体验过的优秀主视角RPG进行比较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赛博朋克2077用庞大的内容量 惊人的细节 以及记忆高超的剧情表演为业界树立了新的标杆 哪怕抛开题材本身的独特个性和表现特质不谈 这也是一款值得尊敬的游戏 GTA5尽管同样以细节与内容量惊人著称 但那至少有现实存在的城市做篮本 而赛博朋克2077的开发者们 则需要以赛博朋克2020桌游为原点 再融合不同时期 不同源头的各种设定与描述 从一张白纸做起 能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实属出乎意料 用不到30个小时的时间 胡伦吞早班通关其中一条主线情节之后 感觉自己根本只探索了这个世界的冰山一角 读档之后的继续探索印证了我的这一想法 当然就现阶段的体验版本而言 哪怕打上了49G的首日补丁 游戏的bug还是很多 甚至不乏极度影响体验的死机bug 黑屏bug等等 建模错位 悬空 物品消失 视野失控等小毛病更是层出不穷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但我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宽容一些 让开发商在发售之后 有一些反应时间来倾听反馈 并进行各方面的纠正与改进 作为玩家大可不必在这些细节问题上 耗费自己太多精力 毕竟这个游戏里还有数不清的 值得体验的内容在等待着你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赛博朋克2077的先行评测 由于保密协议的限制 带有我们录制画面 时长20分钟左右的完整版视频评测 将在9号的晚上7点正式放出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